就是要他打勾的时候呢 他能够记录 那记录什么 主要就是几个 第一个是自创 第二个是项目 自创跟项目 所以如果说你三个 三个都要有计算功能跟创接功能的话 你就不能够写在单一个事件 因为你写在单一个事件的话 变成说你那个自创 跟你的那个 技术的这个功能 会没有办法去执行 所以这里的话一样 我们必须把它写成所谓的那个 共用事件 跟前面一样 有没有 这个方法 我想前面跟前面一样 那也是一样 我们当我们CB1 前面都一样 宣告有四个东西 也是连结四个这个元件 那建立事件部分的话 我们也是一样建立那个 一个叫CB1的Set onTrack的Change Listener 那后面的话 因为我们共用这个事件 那共用事件的话 我们才可以去 共同去判断说 他到底有没有打勾 有打勾的话 就是抗个加1 那会不会打勾的话 那个字串 就把它串在前面 OK 那所以 这边的话 我们一样就是加一个 共用事件 那共用事件呢 其实各位可以 如果要写比较好记的话 我想慢慢 各位要习惯 就是说 本来New是New在这里 对不对 你把它New的这个地方 给他一个名称 这个名称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将来的 这个所谓的 这个名称实际上就是我们的 Listener的名称 就是我们的这个 就是Listener 请听者的这个名称 就在这里 然后呢 后面这一段语法 其实就是等同是 我们刚刚本来打在这里的东西 打在这后面 New一个什么呢 Checkbox 因为我在哪里呢 在Checkbox上面建立一个什么Listener 那Listener的 这个 这个 Listener的方法名称的话 就是 后面这个 Set on CheckChange 其实你可以 把它搬到这边来 然后一个小刮壶 后面一个大刮壶 那因为没有传 不是放在上方 所以其实你可以 就是一个 小刮壶 大刮壶就好了 那 前面本来的后刮壶在这里 分号 一样的位置 另外特别注意就是 记得要放在 哪个位置 尽量看一下 在这个Uncreate的方法 这个是一个方法 的后面 你不要放在 Uncreate里面 就会出错 这个时候的话 游标放上去 新增卫师桌的方法 再来的话 我们来做 就是说 当我执行这三个 这个Checkbox 这三个之后 它都会执行共用的事件 那这个事件的话 我必须要做判断 而且需要宣告几个 包含就是字串 跟一个变数 去帮我做判断 那因为这个程式比较长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那基本上有哪一些 各位可以想想看 因为这个 其实这一段部分 就是Java的程式 所以等同是你 之前如果学过Java 这个应该自己可以想得出来 只是说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 第一个 我们这个程式在这边执行 那里面的话 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 就是说 我们宣告了一个 我用N来表示 预设值为0 也就是说 这个N主要就是 当程是有勾选的项目 预设就0 完全没有勾选 再来的话 我再宣告一个 String 这个String的话 是名称叫SE 这个是Slay 就是选取 到底被选取的项目有几个 预设值给他空置 但是后面没给预设值也没关系 然后再来就是说 分别有篮球 足球 棒球 然后预设值也是给空置 所以这边的话 我宣告了一个是项目 另外的话 Slay是最后组出来的自串 还有就是S1 S2 S3 这三个选项 那我怎么判断呢 基本上 因为公共事件 所以进来的话 我就先判断一下 If CB1 就是第一个项目 篮球有被打勾的话 那我做什么事情呢 N加加 就是N等于N加1 就是加一个 然后呢 把S1 丢什么呢 丢篮球 就是把S1 本来是空置串 然后丢一个篮球给他 反支的话 如果说他没勾选的话 那就给空置串 就不会显示篮球了 那其他也是一样 再来就是判断足球 有没有勾选 如果有勾选 那一样再加一个项目 反支的话 就是在S2里面加足球 反支就是空置串 那一样 三就是棒球也是一样 再加一个项目 然后如果有的话 那这个有这个好处就是说 最后如果要输出的话 我可以把S1 2 3 怎么样 全部串接起来 那串接之后的话呢 丢给slater 不过中间如果说你要再加什么 加那个 盾号的话 其实也可以啦 不过会有个问题啊 就是说 如果说他完全没有勾的话 那盾号你加就怪怪 就变两个盾号在那里 所以你还要判断一下啦 盾号 顶多是看加空白会比较简单一些 比如说空白加在这个跟这个中间 或者是等等 我想这个地方各位再思考一下 那我们如果输出要把有勾选的项目输出的话 我可以把1、2、3 因为1如果有勾选 篮球就出来 2有勾选的话 那就是足球 第三个就是棒球 那最后的话呢 就是最喜欢的球类运动 然后有这个项目 共几个项目就输出了 所以最后输出的结果类似像这样 可以看到就是 预设值 如果这个打勾 你会发现篮球就不见 为什么 因为如果没有打勾的话 他就跳什么 跳L10 L10的话S1是什么 S1就是空子串 所以篮球就不会出现 足球如果没打勾的话 足球不见 因为它空子串 棒球也是一样 打勾取消 那如果打一个项目的话 这边就1 因为为什么N++ 输出的话 这个地方共几项 这个是N OK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 那这边 当然 可以再想想看 程式有没有办法 当然没有标准答案 你可以 Java这一部分 看有没有 还有更好的写法 也说不一定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但是这里的话 我们的那个自串支援档 自串的部分 是写死的 所以最后的话 还要再把什么呢 把那个篮球 足球棒球 跟什么的 总共有几项这部分 还要再把它改成 自串支援档 用GatStream的方法 取得 不然的话 如果你做多国语系 变成说跳出来的全部都中文 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可以再试试看